足球与乒乓球不同 足球是室外运动 俗话说 是骡子是马出来溜溜 乒乓球是室内运动 俗称窝里斗 中国外战是外行 室内战的专家 中国人就喜欢窝里斗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这乒乓是所有运动中最小的球 速度也是最快 眼神不好使的人 不要说打球 看球也把自己眼睛看花了 脑袋晃糊涂了 中国乒乓球打得好 体质是外在的因素 内在的因素有两个 第一个内在的因素是 中国人从小就教育 小孩子要眼神好使 说话做事的时候 眼睛留神 最好是贼精贼精的滴溜转 如要官场上如鱼得水 眼神绝对的要好使 是首要条件 第二个内在的因素就是玩手腕 乒乓球的功夫 全在击球者手腕上 手腕一斗小球即刻改变旋转和速度 中国人发明的高抛发球 看似球高高的被抛起 那是为了吸引对方的眼睛 分散他的注意力低 其实 最核心的秘密就是 让球分散对手的注意力 不让对手看见自己在变手腕 如果球与发球手腕靠得近 那么手腕的变化 就会被对手发现 不过 中国人现在不用高抛这一招了 中国的直拍技术世界一流了 手腕的功夫已经高深莫测 球拍正面对着对手看似静止 拍子背面的中指 无名指 小指瞬息万变 手腕的内功可以达到静止状态发功的功力 只需微微地抖动一下手腕 即可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乒乓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打擦边球 擦网球 中国人做人做事跟打乒乓球一样 规规矩矩的人 全是失败者 做事做人打擦边球者 基本上是球场中的王者 生活中的强者 在这两下的地方 我们可以识了 我们可以识计判识 我们可以识计判识